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健康顾问 Jack中医师 如果您每天还在为剩菜剩饭 是吃了还是倒掉 而犹豫不决而烦恼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非常适合您 请您一定要认真看完 并且收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有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我的健康养生频道和其他的频道 最大的不同是我所分享的 很多健康养生的保健方法 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 有效我才分享给您 如果您去其他的频道 很多方法需要您自己尝试了 欢迎大家点个爱心关注 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我们常常听年轻人说 剩菜亚硝酸盐含量高 吃多了容易致癌 应该毫不犹豫的倒掉 但是老人们却常说 我们要历历劫辛苦 节约每一粒粮食 大家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经常为剩菜剩饭而烦恼呢 剩菜有细菌 吃了不干净容易生病 倒掉了又太可惜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关于剩菜剩饭 以下五点非常重要 请千万记好笔记 第一 剩荤不剩素 相比荤菜 素菜中的营养更容易流失 所以一定要剩的话 尽量剩荤而不剩素 尤其是隔夜的绿叶蔬菜 相比于其他隔夜菜 产生的亚硝酸盐会相对较高 而且即使是为煮的绿叶蔬菜 只要保存一段时间 就有亚硝酸盐的生成 第二 凉菜不要留 凉菜不论荤素 最好都不要吃剩的 因为凉菜如果不经加热 容易滋生细菌 导致腐铜腐蟹等问题 第3 及时放冰箱 无论是哪种食物 在室温下放的越久 微生物就繁殖的越多 就算冬天室温低 也应该尽量放进冰箱 如果有一份菜 一点都没吃 量又很多 可以考虑分好几份来保存 这样下次在吃的时候 按人数拿适当的份数加热就可以了 可以避免反复加热的问题 而且分装成小份保存 更有利于降温保存食物 第4 加热要彻底 剩菜不是不能吃 但是一定要彻底加热 所谓彻底加热 就是把剩菜加热到100摄氏度 保持沸腾三分钟以上 如果肉块比较大 一定要煮蒸久一些 或者把肉切碎 再重新加热 第5点 不要反复加热 剩菜千万不要反复多次加热 吃多少热多少 千万不要反复热 如果知道这一餐还吃不完 就先加热一半 剩下的部分放回冰箱的深处 相较于其他的隔夜菜 有三种隔夜菜 如果良好的保存 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比较放心的使用 第1 瓜类蔬菜 蔬菜往往保质期较短 不适合隔夜 净业类的蔬菜 硝酸盐含量较高 做好了后 时间久了 会形成亚硝酸盐 我们都知道亚硝酸盐是一种 致癌的物质 根茎类的和花菜类的 蔬菜硝酸盐含量较高 也不应 存放太久 而瓜类蔬菜的硝酸盐含量是 所有蔬菜中 最低的 菜买多了也建议 先选净业类的蔬菜烹饪 相比而言 而 剩菜要是放到第2天来带便当 瓜类蔬菜 更加适合 但是 任何 蔬菜不建议 放置 超过12个小时 凉菜 更应该注意 第2 肉类 有句话叫 宁剩荤菜 不剩素菜 这个荤 指的就是 红烧炖煮的肉类 肉类烹饪 时间较长 一次多煮一些也是常有的事 相比而言 肉类的蛋白质含量较高 维生素含量低 即使烹饪多次 其中的营养成分 也 不易流失 只要 纯粗得当 肉类可以保持 1-2 但 放进冰箱的 隔夜肉类 吃前 一定要 彻底的加热 第3种是 米饭 米饭属于 酸性的食物 长时间的置于空气中也是 很容易变质的 特别是夏天 天气炎热 就更容易变瘦 但是 如果 及时 放进了冰箱 事情就变得 比较容易了 米饭 吃剩下之后 一定要 沉在 器皿中 等到 完全 凉下来之后 再放进冰箱 第2天 拿出来 把米饭加热 或者炒一下 还是 可以的 希望大家在 节约粮食的同时 可以保持 身体健康 我们要找到 之间的 平衡点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你在健康路上不迷路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